NO 都是大片 他才發現自己的本經營少一半 都是唬爛的 如果你全部加給別人去做決定的話 你腦很阻辣 哈囉大家好我是Ya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今天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 這五種人最容易被騙錢 所以如果你想要騙他們的錢 就去找這五種人 沒有啦沒有 如果你想要保住好你的金錢的話 這個影片你一定要看最後 跟大家說我在經營我的個人品牌 這麼久了嘛對不對 但是每一年都會有新的人跟我說 哎呀我被騙了 然後就損失了 十幾萬二十幾萬這樣子的錢 少了哦 有些多的就百萬的都有 我自己是哦 如果你從我身上拿到一萬 都已經是很困難的一些事了 除非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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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信任你更知道你是誰 不然以前是很難從我身上拿走 哇 怎麼做到的 所以呢 在市面上呢 基本上有幾種詐騙 但是詐騙的越來越多了 我們要小心一點 那第一種就是釣魚網站 什麼是釣魚網站呢 你到那些網站上面 你輸入登錄密碼 有時候呢 他把那個網站做的 跟你原本的網站非常的像 所以你以為的是原本的網站 結果你就發現 都為什麼一直登不進去 為什麼你登不進去 是因為呢 網站他只是要偷你的 帳號跟密碼而已 哦對耶 他就記起來 他就只偷我的帳戶了 就這樣子 然後呢 還有那些 那些簡訊的連結 都不要點 不要覺得說 系統怎麼這麼好 去通知你 這些系統都懶得要死 比如說你的Facebook密碼忘記 你的IG密碼忘記 都未必可以收到P-mail 對不對 未必解得開自己的密碼 真的 所以你不要覺得 這些平台怎麼這麼好 會提醒 我跟你講 都是大片 然後呢 那些投資的群組 是會爆名牌 那些說 要投資這個 你要投資那一個 然後什麼時間點進入 都是唬爛的 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說我要來的時候 我爸就問我說 你在做什麼的 我就說 叫人家投資美股的 但是他以為你就是爆牌了 直接說 你會不會去那裡 就直接什麼東西都沒了 人才兩絲 會炸 然後呢 一些新的加密貨幣 AI詐騙 就很多了 因為其實 一個人真的假的 你有時候 你追蹤久了 看得出來 他真的是假的 假設說有個人 他拿我的臉 然後他去做了一個影片 你一看就知道 有可能是怪怪的 因為我不會講這些話 對嗎 所以呢 你追蹤久了 你再去做決定 你不要剛追蹤 可能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你就下單 要研究個幾天 這樣子 好啦 廢話不要多說 我們講一下這幾種人 各位 第一種人呢 不愛做功課的這一種人 比如說呢 人家跟他講什麼 他就相信什麼 像這種人 我們身邊應該都會有啦 他可能不會相信Google 他會不會相信書中 或是相信專業人士所講的 但是他會很容易相信 身邊朋友告訴他的 對 比如說你看大媽跟小孩子 都有這種特徵 我媽其實也有這個問題 他就相信他朋友的 他也不相信 已經賺過很多錢的兒子 人家講什麼 你要去驗證一下 比如說像是我媽最近的 他就跟我說 欸 你知道嗎 現在呢 我的朋友圈呢 他們在TikTok上面 賣東西 賺超多的 他們只是貼一貼產品而已 就能夠賺了 我經營個人品牌 這麼久了 我一聽 我就知道他是胡蘭 對啊 怎麼可能貼一貼就賺了 如果貼一貼就賺了 嗯 這樣子 我們還要經營幹嘛 對啊 然後呢 我們就每個人都去貼一貼就好了 對 我就跟他說 你要不要做一下功課 如果你真的要在TikTok上面賣產品的話 其實在YouTube上面呢 就有很多教學了 我就叫他去看 對 但是呢 他就說 啊 下面有空 他就是 啦 對 這也是第一類的人的特徵 他們就是啦 那啦 那就是他自己做功課 人家講什麼 你就相信什麼 所以如果你不要讓自己一直被騙的話 真的有 你聽到什麼消息 都去查證一下 其實查證不會這麼的難 你知道嗎 花個5到10分鐘 頂多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你就真的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件事情 來龍去賣 而且呢 我媽媽還截圖 她的朋友賺多少錢給我看 然後我就一看就知道怪怪 因為TikTok的平台不是長這樣 我媽懶到 連打開TikTok 她都不打開 有些人呢 這一片 你是在我蓋 第二種人 其實跟第一種人也很像 就是他想賺塊錢 但是這個塊錢 不是你要花費心力的哦 不勞而活的那一種 我把錢投給一個人去用 所以你把錢拿給別人去帶一帶 她會想像的 這個世界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美好 她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也能夠賺到錢 你要知道 如果這麼容易的話 為什麼 我們還要坐在這邊拍影片 我媽嫂小時候 常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 葉子 你要記得哦 貪就窮 做人絕對不貪 做人貪 所以全家最貪就貪 第三種類型的人呢 這些詐騙呢 是 利用你的缺陷 利用你現在的絕望 如果呢 你沒有錢的話 你要有其他的東西 可以做槓桿 像是如果你有個人品牌 你有流量 那這樣子呢 你跟別人合作 利用你的流量去賣東西 不然呢 就是金錢的槓桿 人脈的槓桿 有很多的槓桿 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等下人跟我說 還是你們可以去看看摸索 我們人生中真的超多種資產的 如果你現在 連錢都沒有 連資源都沒有 連人脈都沒有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時候 別人呢 還來找你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就有問題了 就是為什麼他來找你 你以為你是天選之人嗎 都要考慮所有的面向 再去做決定 特別是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失去的可能會 對你影響很大 如果你一個月資 能賺兩三萬的話 你現在呢 不見了十萬 你可能會很難的存到這個十萬 但是對於其他薪資比較高的 他可能被騙得無所謂 他很容易就賺回來這些錢 但是其實這個心態呢 我們也要去平衡一下 因為有很多的賺不多錢的人喔 他們就一直很守住自己的錢 第一種人就會覺得說 他是天選之人 第二種人就是呢 他覺得誰都是來騙他的 所以呢 他現在有即使有看到真的機會 他也覺得說 這是騙人 不敢衝對不對 對 他就是怕自己不借那個錢 我覺得在這個衡量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損失我可不可以損失 但是首先你公開是這樣做 你做了公開之後 你就知道說 哪一個是可以相信 你覺得說這個可以相信 再衡量說 如果這個真的真的 萬一真的是詐騙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損失掉這幾萬塊 思考一下自己能不能夠承受這個風險 如果現在呢 我也會問自己這個問題 我買這塊地 我能不能夠承受這個風險 我能夠承受我才會進去 或不能承受我還是會拒絕的 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接下來這種人的性格是 貪小便宜 最容易騙他的 比如說呢 你現在跟我的話呢 我就多送你這個 你可以比別人少付個100塊 對對對 喔 你看喔 好想要付錢 你只要給我 你只要馬上 給我3萬塊 你就可以幫你折個200塊 而且他有時候會說 你說你就是在風頭上 你要趕快 對 有些人呢 他沒有思考清楚 他就決定 喔 為了賺了200塊 我現在省到 我就賺到了 我就馬上給你我的3萬塊 你看喔 你損失3萬 但是你損失200塊 哪一個比較嚴重 因為是你損失3萬吧 對不對 寧願多花這200塊 來讓自己做足功課 也不要 為了省了200塊 損失了3萬塊 這些都是你需要時間一直去 其實講來講去都是做功課 對 什麼都到頭來都是要做功課 就是不要急 不要貪 不要覺得不勞的活的事情 那樣子 然後最後一點呢 我覺得其實都是大同效力 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想要講一下 就是沒有耐心的人 比如說像是我們投資ETF 對吧 我們不可能是今天投資 明天就財富自由的 一年年也不太可能 五年也有可能 有可能 而為你賺很高 你賺了力道很大 你就大量的損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都會看到自己是 十幾年的時間 才能夠達到你要的可觀的數字 所以呢 很沒有耐心的人 他就去找其他的路 來讓他更快的 但是更快的不一定會讓他到達 所以呢 很多的時候 騙就是騙了沒有耐心的人 他們想快快快 我去上那些文案的課程 對 他們都會說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讓客戶成交的話 你要加一些快速的字典 哦 三招讓你快速賺錢 對 我今天看完這個影片 我就那種財富自由之類的 沒有這麼簡單的 各位 如果這麼簡單的話 真的 我不用坐在這邊 就像我們有一位學員 然後他在2020年的時候呢 就什麼都不懂了 他就跟著家人 把辛辛苦苦存下來的錢 都拿去買台股了 等到他察覺的時候 他才發現了 自己的本金少了一半 少一半 少那麼多 少了50%耶 50%耶 其實有很多的時候 我們人生中就是要被騙個幾次 我們才會被打醒 一些人就是被騙一輩子 就是不行了 我媽 然後呢 他在這裏邊寫著說 無知讓我清醒 無論投資投入什麼 都只能做自己清楚 且有真的去學習到的事情 沒錯 他把你整部片的精華講出來 沒 Oh my God 我們講這麼久了 就為這一句就是說 無論做什麼事情 你都要去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任何一切都是要自己做決定 沒錯 像我們的投資課程呢 我們就教學怎麼去做 然後他們自己去做 不會說 我幫你買 錢是你自己賺來的 你要知道你輕輕苦苦把時間換成金錢 你這個寶貴的資源 你要知道什麼 運用它 你要自己親手 去把有限的資源拿去運用 這個動作 這個為什麼 這樣子代表說你會負責任 如果你全部加給別人去做決定的話 很辣 我很俗辣 就是說我人生就交給你了 當我人生中能夠決定的事情 其實不是非常的多 我們還把這個剩下的一點怕數去交給別人 不要去怪別人 最後都是你自己把這個決定全交給別人 如果你在臉書上面看到我的話呢 我的Facebook是不能加你朋友了 所以如果我去加你朋友的話都是詐騙 然後我不會加你的私人的Line 我的IG上面有藍勾勾 有14.8萬的粉絲 如果我主動聯絡你的話 你不知道是不是我 你可以去私訊我 甚至要求我錄一段錄音給你 錄音給你 如果我很忙我真的沒有辦法錄音 給大家講 我幹嘛主動聯繫你 除非你是我國小同學之類的 除非你啦 是雷森蘇 其實雷森蘇的來了 我也不敢去聯繫他 怎麼可能 你看我就是不會聯繫 其實這個心態呢也是 很多粉絲看我很久信任我 如果主動聯繫他的話 也開始覺得說他是天雪茲 那如果好業密他 他會覺得是你嗎 如果你還覺得說是我 你很瞎啦 瞎我哪裡瞎好業 好那我們今天這影片到這邊 底下留言 有遇過哪些詐騙類型呢 你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你覺得說 啊 然後會騙 底下留言跟大家說 以免大家上當 記得夢想不太不行的話 永遠只是夢想 我們下次再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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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